而吉安乡长姚淑珍发挥了创意 在庆祝父亲节活动前 安排接受表扬的23位模范父亲 以健美老爸 9位好人好事代表是以超人志工之姿 来拍摄特辑 预定将会在表扬活动上经验登场 也让今年的父亲节表扬大会 呈现别开身边的气氛 吉安乡今年父亲节非常有亮点 乡长姚淑珍带头穿戴着 女超人造型的围裙 鼓励平常严肃形象的爸爸们 换上了活泼的装扮 并且由专业的摄影师制作纪念专辑 现场欢笑声不断 也留下了迷足珍贵的全家福照片 今天我们希望透过了爸爸节的表扬 带来一个精彩不一样的欢庆跟祝福 Superstar今天亮相的一个彩妆 跟我们的到位的一个创意 希望带给爸爸未来的每一天 尽是快乐平安跟精彩 除此之外我们也带来了好人好事的代表 希望我们这一群无私奉献 默默在社会服务相邻里面 服务的一群善心的好朋友 能够站在我们的舞台上 接受我们的感激跟感谢 单打独斗的服务社会能量已经过去了 吉安乡希望吸手我们所有的志工服务的能量 一起来打造精彩吉安服务量能的一个圆满 所以透过了爸爸节跟好人好事的代表 带来不一样精彩吉安的呈现 也希望我们一起来感谢爸爸 感谢好人好事 感谢为吉安付出奉献的每一个人 吉安乡今年推荐表扬23位模范父亲 及9位好人好事代表 江长游淑珍表示 单打独斗社会服务模式过时了 乡公所要吸手民间的力量 一起来打造精彩的吉安 无论是环保志工队 寻手队 社区发展协会等志工团体 都深入社区来付出心力 也希望透过父亲节的表扬 能够呈现精彩美好的吉安乡 介络会吉安乡报导 谢谢大家